民進黨這個賴清德的部分 我們也要來請配合音樂幫我們講講這個產品到底好不好 我們剛剛前面在講侯友宜對韓國瑜講說 讓這個我們的選民好好去思考一下 其實從一開始認識侯友宜的時候 你再去評論 重新去評論你到底認為侯友宜這個產品好不好 那賴清德呢 賴清德在19號的時候他的屏東的募款餐會 是有160桌的 那天那個募款餐會後來備受討論 大概是因為每張的餐券1萬元 不過吃的是梅干扣肉的便當 那這個菜色也被大家給 其實很梗圖有很多嘛 就是梅干扣肉啊 或是民主便當1萬元 當然其實這就是募款餐會啦 所以這個價值怎麼樣 這件事就見仁見智 只是很多人就故意把這個照片給亮出來說 吃的是1萬元便當嗎 吃的是梅干扣肉嗎 不你吃的是台灣價值 可是為什麼我要講這個產品呢 因為連周日寇特別講到說賴清德本來是一個100分的產品 但是進總開張以來居然行銷成績 連50分都達不到 我不知道是進總的問題還是賴清德他本身現在到底在畏懼什麼 因為已經連續非常多場了 我們先講前面的部分 就是他去在一個這個 所謂的記者的這個採訪的時候 被人家記者旁邊跟他講說 哇賴副要問你真的太難了 要問你很難啊 而且也蠻辛苦的 他還趕快說可以可以你都問你都問 但是在賴品瑜的場子 現場的警力為安很森嚴不給媒體靠近 而且還受了一個採訪區去做主導 他進場退場直接走了 所以也根本沒有讓媒體可以去接近他提問的空間 而這已經是最近的兩場了 所以他持續的跟媒體保留空間 然後呢再轉頭說這個是100分的產品 誰敢信啊 我想這個賴清德 最近大家偶爾看到他這個受訪的片段 大家不要誤會哦 他不是說這個很大方說 來給媒體現場提問提到寶賭麥這樣 他是在大家對著他的背影喊話之後 如果有他say好或者是他覺得必須要反擊 比如說柯文哲這個欠罵在賴清德的標準裡面 OK所以這種題目他停下來回答 其他關於那個內政關於豬啊蛋啊這些 所有總統候選人該回答的問題 你要問是沒有機會的 但是你意外嗎 其實也沒那麼意外 因為他有樣學樣 因為蔡英文已經這樣做很久了 這個我今天在翻幾個月前的這個某 周刊的社論 還在寫說蔡英文為中華民國總統樹立的一個典範 哇賽我不知道可以社論可以這個 抱大腿抱到這個程度 我不曉得他的標準是什麼 那如果一個總統的這個做好典範的標準是 在總統府裡面這個聲人物盡 OK如果標準是這樣的話 蔡英文做到了 因為他確實把自己弄在凱道的總統府裡面 包括這個媒體也是在他700多天 想見的時候才見得到 那至於哪些人可以有有幸問到問題 喔不好意思 可能要看你自己所屬的媒體陣營 那這個模式會 如果成功下去也也維持住了 那就會被繼續複製 所以你看蔡英文複製給賴清德 賴清德還可以複製給其他小機 可想而知如果接下來 覺得這一套沒有行之 沒有行不通的話 那大概所有民進黨的黨公職大概都弄到這樣 所以以後立法院的這個 什麼撈魚區大概也不用撈了 因為可能民進黨委員經過他也不會受訪了 因為你想要知道什麼 我回答了我自己會放到我臉書上 那你要自由發問沒有 所以大家覺得習以為常的這個 媒體第四權的監督 沒有了沒收了即將要被沒收 或者被冰凍被截凍 那再來立委的監督權 剛剛最前面的時候我們已經討論過了 你想變成馬文君第二嗎 這就是寒蟬效應正在製造當中嘛 那我們剛剛討論很多 網紅講錯話就要眼睜睜看自己的粉專 被這個批評指教的留言淹沒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是雙標 因為如果多數群眾是自發性來做意見領袖 要求這麼搞 那請問我們的總統跟副總統 為什麼可以老師對媒體的提問充耳不聞呢 這個躲在這個維安人員的後面 只要微笑揮手 然後我剛剛說的 聽到喜歡的題目在停下腳步 就賞你一兩句這個口譽回應 然後前面談的這些高品質高言論的這個論文支持者 那他們怎麼都不覺得有所謂呢 他們怎麼沒有出來質疑他呢 那現在如果我們要主張說這個批評執政黨的時候 真的大家自己要小心啊 因為一不小心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義勇軍來幫你糾錯 其實不只這個我們中天記者遇到這樣的狀況 前一陣子有台的記者針對郭董記者會 只開放記者寫提問單 然後主持人代念提問 又不符合本意高聲質疑 當時有很多這個不分藍綠的媒體人都稱讚他說 阿爾尼郭董你不應該限制記者提問啊 那請問同樣的這群人有沒有也去對這個蔡英文總統 對賴欣德副總統 以總統府的資源跟權力去回避媒體的這個事實 感到不妥或發表不滿 有人提過一樣的意見嗎 沒有嘛 所以這個雙標已經很明確了 在這個宇宙 兩個多元宇宙裡面 我們正在很艱困的求生當中 感謝一些觀眾朋友的抖內 感謝樹蔡阿絲的抖內說 柯奇強派他想合就不會輸 他說比民調輸了退選 這是哪門子的合作 柯要不要下架民進黨 擅選之後要找綠營來組閣嗎 不成立特徵組 那這個黃曙光的案子你辦不辦 他放軟就是看到國民黨造勢起來 他沒有那個動員能力 國民黨不要被他牽著走 不要被他給要挾 能合就合 感謝王選英的抖內 他說不用藍白和了 因為柯文哲太善變 太想壯大自己 也不用相互的廝殺 各自選啊 這一巴戰爭有力 講萬安模式 而國民黨加油 感謝陳詩宏的抖內 他說就說一個最現實的 侯能夠保證他的政見 執行率八成 柯文哲能夠保證多少 兩成有嗎 還是要先抓一下頭呢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們的 不同的意見分享 但剛剛這個平行時空啊 我要請柏議員幫我來分別解析 因為立委這場選戰 有很多人現在認為 藍白竟然合不了 他們起碼要先把這個 立委選戰給保住 那對民進黨派出來 這些立委我想 那可能就真的有幾個是蠻險的區 或是很多人認為 比較機會渺茫的區 可是賴清德很敢講啊 各自去幫忙服選 我先講這個 剛剛他說不受訪的這個 賴品瑜的這一區 他是如何的稱讚賴品瑜呢 他說賴品瑜在2020年提出政見的時候 我在一旁聽的都捏一把冷汗 因為提出的都是難易度非常高的建設 但他目前都一一兌現了 他沒有讓我漏氣 那他說用了 用這個因為三年來都 三年半來都沒有讓他漏氣 我不知道講了是提出的政見 還是黨議立委這個部分沒有讓他漏氣 那同場家印還有吳珍 今天賴清德去幫吳珍出席 進總成立大會的時候 他也特別封吳珍一個新的封號 少年英雄 因為要去打敗這個地方的家族政治 那他還說我們就一起好不好 讓這個中和看見太陽啊 或是讓吳珍一起衝進立法院 我今天看到這個標題我想說 吳珍不是衝過了嗎 吳珍你衝過一次 他是真的物理的衝進立法院過一次 他因此而爆紅的他現在又要勉勵吳珍 這一次衝進立法院 還有一個是我們沒有列在上面 可是我剛剛看到也覺得一定要念一下的 賴清德幫這個我們剛剛提到 在高聲質疑馬文君們的 羅智鎮站台的時候 他說羅智鎮非一般立委 是一個打著燈籠也沒處找的立委 而且他不是一般立委他是 大隻雞 在這個中央專業問政的地方生根服務 我覺得剛剛念的很標準 我覺得沒有不盡的意思 可是他真的叫他大隻雞 我覺得賴清德幫這些立委候選人 站台說話很大聲 他是有底氣的 合理的 因為根據這個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賴清德的支持度有35.5% 但是支持民進黨完全執政的 只有31.6%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了賴清德的支持度 是平均比起來 比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支持度來得高的 所以賴清德民調高的 幫民調低的畫下站台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問題是賴清德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想得很清楚 賴清德我絕對相信他是愛國的 但他愛的國家不是中華民國 是台灣國 他心目中的理想國度 要知道陸委會最近才發生的國旗光芒 多了一道 變成13道的離譜事件 數位部呢 也發生了一個菜單翻譯成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非常離譜的事情 也就是說對於國旗 我們的國號 我們的中央部門 都造成錯誤的情況之下 賴清德有出來指責 或者是批評任何一件事嗎 沒有 完全沒有 當中沒什麼事情 認為這是小瑕疵而已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不只是我們蔡政府 不重視中華民國 更代表賴清德的心中 根本就沒有把中華民國 擺在心上 這也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只能說 綠營選舉講得好聽 叫厲害 但講難聽一點 叫卑鄙 很簡單 最早之前大家都知道 綠營的選舉是審籍操作 一直講著本省人外省人的問題 講了很久 後來進步一點了 變成兩岸的關係 親中還是仇中 前一陣子一直講這個議題 到了現在 綠營已經操作在 愛國跟叛國上面了 好像覺得我們國民黨的 立法委員 去監督預算 審查預算 是叛國的行為 因為 如果不是讓賴清德選上的話 我們沒有國艦 我們沒有辦法國造 通通都是我們國民黨 通通都在野陣營 拉我們國家的後腿 這是賴清德的態度 但是不要忘記了 賴清德最有名的稱號是什麼 一個叫台獨精孫 一個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他內心裡面根深蒂固的 就沒有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 他想要是台灣國 而他現在卻要賣他良心 來參加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 所以這種雙邊要做法 這種眼中只看到利益 只看到權利的做法 我相信民眾心中都有數 但是有數沒有用 必須要真的給他教訓 必須要真的讓民進黨下架 才是能夠遏止民進黨 繼續作亂的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當然認為 我們明年不但是這個總統的大選 我們菲律大聯盟要贏 更重要的是絕對不能夠讓民黨立法委員 在國會再度過半了 完全執政的下場 就是完全沒有民意 只有黨意 所有那些立法委員 民進黨籍的 幾乎都是聽黨的橡皮除章 要幹嘛就幹嘛 但問題是這些做法真的是對人民有利 這些做法真的是對國家有利嗎 我相信絕對不是 這8年我相信大家受夠了 明年度真的中央大選非常重要 我也希望 藍白菲律大聯盟 所有的支持者 都要靜下心來好好想一想 讓民進黨下架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希望我們的子孫 希望我們下一代 希望我們的朋友 能夠過上更好更安全的生活 才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所以好好的合作 好好地談 然後明年擺出最好的陣營 打敗民進黨 讓賴清德能夠不要躺的當選 我覺得才是現在 菲律大聯盟裡面最重要的方向 跟主要的目標之一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 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 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液黃素貝塔胡蘿蘿蘿素 維生素K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